女人早早饮在门口 想看看未来儿戏长啥样 远远望见两个女孩 一个小步快走 端庄优雅 女人心想就是她了 但目光一转 另一个大不留心威武霸道 女人皱起眉头 心想要是这个就完了 很快两家坐到了一起 女人还不停的 瞅着第一个女孩 这是对方父亲做起了介绍 左边是大女儿阿初 右边是小女儿阿浅 与贵妇新次郎少爷订婚的是阿浅 听到这话连下人都摇头 婆婆更是表情凝重 一时间气氛冷了下来 就在这时 另一个主角新次郎姗姗来迟 一看阿浅来了 新次郎莫名兴奋 阿浅奖 新次郎上前托起阿浅的手 搞得对方尴尬异常 新次郎略表欢迎 就又匆匆告辞了 父亲拦都拦不住 由于是家中老二 不用继承家业 新次郎除了脾气好 可谓是不学无术 这让阿浅对自己的未来 又多了一次迷茫 接下来 他们又去拜访了 姐姐阿浅的未来婆家 大阪最大的兑换商 山王四家 阿浅的表现 让婆家赞不绝口 只是作为阿浅 未来丈夫的物兵卫 面无表情的 在一旁抖个不停 阿浅注意到了这一点 阿浅则注意到了 踏踏米上的蚂蚁 在物兵卫母亲 掏刀不绝 自家是大阪首富时 阿浅因为抓蚂蚁 飞了出去 阿浅也慌了 站站不起来 又让阿梅和姐姐阿浅 赶紧上前扶 物兵卫略显嫌弃的往后躲 阿浅以及父亲 都看到了他这个动作 接下来的会面 除了物兵卫的斗 他母亲总是强化 自夸生意兴隆 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但突如其来的一旦借贷生意 让阿浅父亲 看出了山王四家的危机 来借款的是 萨摩五世五代财主 物兵卫尊敬由于 却找各种借口 拒绝了对方 这在阿浅父亲看来 是危险的 这次拜访 让父女三人内心 都有了新的判断 回到家 父亲振兴对妻子说 新次郎的顽固 虽然让人忧心 但物兵卫的穷人斗 才是真吓人 山王四在此乱世 只押保幕府 而得罪倒幕的各藩 属是缺乏远见 另一边的阿厨 在这一晚哭了 今天的物兵卫 让她无法将其 和一个好丈夫 联系到一起 阿浅完全不知道 该如何劝慰姐姐 从小到大 都是姐姐安慰她 所以在姐姐无助的哭泣时 阿浅只能比她哭得更大声 到了第二天清晨 阿浅迷迷糊糊的醒来 姐姐的窗铺 早已收拾整齐 她跑到厨房 姐姐正在帮母亲 准备早饭 笑容还如往常灿烂 阿浅想问为什么 阿浅让她别说了 但阿浅憋不住 饭后特地找了母亲 让取消自己和姐姐的婚事 这些想法 当然不被母亲支持 她也知道阿浅哭了 可在她心里 嫁人是应该 嫁给谁由父母决定 是常态 一句我就这样过来的 大家也都一样 便让人失了对对错的判断 即使阿浅也只能浮在母亲怀里 此时过后 阿浅不再纠结嫁人的事 转而偷跑学堂上课 被父亲知道后 连打带骂 阿浅这次不想再忍 他问父亲 为什么弟弟能去读书 为什么你说什么 就是什么 为什么嫁人 就像把我们当礼物一样 送给别人 从不管我们怎么想 阿浅的慷慨激昂 没有换来父亲的转变 毕竟人的思想 很难因为直言片语改变 阿浅被关了禁闭 这时新次郎来了 着实吓了阿浅一跳 姐姐一走 他又把自己关进闭出 新次郎在外面说道 不用担心 不想嫁的话 可以不嫁 好好考虑自己想走的路 一定会迎来新的朝阳 随后一把算盘递了进来 阿浅兴奋不已 晃一晃 啪啪啪的声音 清脆入耳 此时新太郎又开他玩笑 阿浅羞的把门关上 新太郎在外面说道 慢慢想吧 等到你长大成人 最后还决定当我媳妇的话 我们再和睦相处 这一番话下来 阿浅对嫁给新次郎 不那么讨厌了 看到算盘 母亲也觉得新次郎 或许是阿浅对的人 这时他告诉了阿浅一个秘密 最初阿浅是 许配给山王寺家的务宾位 阿叔是许给新次郎 但在你七岁那年 山王寺不知从哪 听说了你的调皮 就来找你爸换一换 说你是二女儿 他家是长子 不合适 你爸一口回绝 二女儿也是宝贝 听到这儿 阿浅才发现 父亲这么维护自己 到最后之所以还是被换了 是因为山王寺 又去找了嘉野家 嘉野家的老爷子正姬 当然不同意 新次郎这时进来 他同意 阿浅小时候他就见过 他喜欢阿浅 你爸这听了新次郎的话 才决定换的 毕竟找个喜欢你的 你日后才能幸福 阿浅着实没想到 父亲能这么为自己着想 不能告诉姐姐 阿浅只能祈求 吴宾为是个好人 姐姐也能幸福 因为新次郎的关系 阿浅被允许学算盘 时不时 还和店里的伙计一块盘胀 他确实是那块料 又快又准 时光如梭 四年过去 阿浅和阿浅 都已是听听御力的大姑娘 这四年间 新次郎的不间断来访 让阿浅对他越来越喜欢 得有点迫不及待地嫁过去了 可姐姐阿出 就没这么好运 当初拜访山王四家的经历 像是噩梦 时不时就浮现在脑海 今天吴宾为母子顺路拜访 吴宾为母亲强势依旧 在阿出母亲出门备查时 他竟问出了 让阿出羞耻的问题 文字幕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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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了呢